火超大 火超大 凌晨四点铁工厂陷入火害 火光猛烈 更在风势助长下越烧越大 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铁工厂烧到塌陷 屋内一家五口三代同堂 原本住在二楼的妈妈 叫醒全家人一起逃出门外 没想到27岁的小儿子 折返回去拿东西就此失联 而47岁妈妈和24岁女儿 则在逃生中受到烫伤 紧急送医治疗 火势更延烧到隔壁资源回收场 满满织布 棉料烧个不停 空拍画面惊人 事发在台中神钢 铁工厂后方起火 家属怀疑是电线走火量灾 火光烈焰狂烧两个多小时才控制 直到火警后第六个小时 消防在火场内找到失联男子 不过已经成了焦黑遗体 屋顶架盖已经倒塌了 那加上火场里面有很多的杂物 那个温度又很高 所以我们配合水线 与重机械的一个开挖 大火无情 一家五口 一死两伤 二火夺命 起火原因是不是电线走火 有待后续调查理清 记者黄昌富函 这些网上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撼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